谁能想到贾琳最难的时候曾遭男友抛弃 高中毕业后的贾琳报考了北影 失败后留在北京做服务员 一边打工一边苦学 一年后考上中系 可刚入学一个月母亲就发生了意外 母亲离世以后被男友狠行抛弃 自己住了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 冬天最冷的时候 她只能多贴报纸多盖被子 最苦的时候为了躲避房租 贾琳一个月不开灯不出门 为了活着她到处寻找演出 好不容易有个剧组去面试 却被嫌弃自己长得不好看 用二十块钱成了一周 终于在二零一零年 贾琳登上春晚一夜成名 成名以后的贾琳给父亲和姐姐买了房买了车 而过早离去的母亲 却成了她永远的遗憾 您说哎呀 我妈要在就好了 我记得你是刚考上学的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我妈妈过世了 然后我姐姐又跟我妈妈过世了 我从来没想过 我当时只知道一味的哭啊 闹啊就怎么怎么着啊 然后后来我妈妈过世以后 我家就就就整体的就不行了 因为原来我们家我父母都是工人 然后见农民 还种菜啊养猪啊 然后做豆腐啊酿酒啊 什么的 然后什么都做 后来我妈妈一过世 我爸爸也是一夜头发就白了 然后就整个家庭就落败了 我妈过世以后一回去看爸爸 我就觉得就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那里 是那样的 哎我小时候真有一句经典的话 我觉得我爸妈养我这应该的 真是没心没肺的 我躺在我爸妈中间 我爸妈就天天就躺在那听我描绘蓝图 我跟你说将来等我成万了 那边那套房给你 那边那套房给你 总觉得我爸妈有我才觉得有一个孩子 我认为这部电影 对得起我 我对我妈妈的感情 我把心掏出来了 给你们看 其实我没有看过我母亲在病床上的样子 真的 因为我母亲是意外嘛 我是19岁那年 有一天就接到姐夫的一个电话 我有个姐姐的假单 接到姐夫的一个电话 姐夫就给我打电话说 说妈没了 说让你赶回来看最后一眼 我就当时就没理解到 什么叫看最后一眼 跟没了是非常排斥的 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我想确认一下 我妈到底还在不在 我在车里给每一个人下跪 让他们把电话借我用一下 后来打电话 给我哥哥 我哥哥说 人没了 我就始终不相信 我 我走到殡仪馆的门口 我看着贾单扶着柱子跑出来 跟我说 说贾单 你赶紧过来看妈妈最后一眼 她到殡仪馆了 我还觉得 不可能 没有的 我妈连 我是一个演员 这个职业 我妈都没见过我演出 为什么我跟腾哥在台上有一段表演 就是 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台上表演 沉迷后的贾灵带着这份遗憾 请好友张小斐饰演自己妈妈 你好 李幻音诞生了 这部电影不仅是对贾灵妈妈永久的纪念 也让贾灵和张小斐名声大噪 贾灵和张小斐这对互相成就的好友 更是娱乐圈友谊的一段佳话 导演与她捧红了影后 这也太好课了吧 十年前张小斐还是个岌岌无名的小演员 贾灵存区探班 心疼的发泊祈祷她能快点变成大腕 后来她成立了公司 最先签下的就是小斐 之后呢 我又遇到了一个胖胖的女孩 她来找我演小品 她的名字叫贾灵 我真的很感激她 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然后从此以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小品演员 贾灵就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没有名气的她 走到哪都是被无视的存在 曾参加演戏综艺和孙剑搭档时 不仅被无视 就连讲话都要被打断 在这个复杂的娱乐圈 只有贾灵对她不一样 当贾灵首次指导电影时 她毫不犹豫地邀请十八线的闺蜜 演女主角 剧本上有一段张小斐对贾灵的戏 众所周知 贾灵的体重一直是大家调侃的话题 可当采访时 她被问非贾灵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 电影没播前 沈腾贾灵张小斐参加活动宣传 大家都只跟沈腾贾灵含喧聊天 小斐连一张椅子都不配拥有 只能顾零零尴尬地站在一旁 万万没想到 这部电影播出后 竟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 贾灵一跃成为票房最高的大导演 而周小斐也曾无人问津到金基奖影后 最重要的我要谢谢我的姐姐 导演贾灵 不管是极其无名 还是风光无限 他们两人始终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她会亲自作词 让她来演唱 两人一起去海边玩时 贾灵去学习冲浪 而她就在岸边用望远镜看着 这一看就是一天啊 在他们两人身上懂得了爱 爱她就是下意识地学她的小动作 贾灵在前面闹 她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学着笑 一个灵动 一个娇俏 真的很喜欢这种真挚的感情 三年后 贾灵再次指导电影 不仅一年多没露面 还为此瘦了一百斤 就像杨蜜爸爸说的那样 她是拿命拍的这部电影 但无论是追梦还是找回自我 贾灵勇敢走出的每一步 都会有张小斐陪着 他们共同迎接女性导演 历史性的一刻 两个人并排入场 有种千帆过境的从容 时光流转 但我依然在你身边 这一瞬间 真的有种影后沉双的感动 她一身西装 她一头短发 充满双A氛围感 小斐看向林姐的眼神 感觉都在拉丝 拍完母女和姐妹了 下一个拍双女主吧 姐姐们把日子过好了 比什么都强 你跟小斐既是合作伙伴 是朋友吗 客观的忙碌会影响到彼此 就是通话没以前那么频繁了 见面没以前那么多了 还好吧 她的感受就是 她还不需要起一个头 说你最近在干嘛呀 忙不忙啊 戏拍得怎么样啊 她的起头应该是 直接发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照片 哈哈你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好朋友之间的起头吧 她也没有一个结束 行 那结束了 晚安吧 改天我们再聊 就没有 没有我明白 对对对对 没有这么那样 就来的很突然 结束的时候也很突然 对 而且她没回 你一定知道啊 在忙 我没回一定也知道 都在忙嘛 对不会因此而玻璃心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跟贾玲天比较熟悉嘛 十多年了 我一直看着贾玲天 她真的会把自己全身心的做这一件事情 而这一年多的时间 她真的退掉了很多别的活动 所以也真的是特别谢谢观众 能感受到这份真诚 21年李环英当时跟观众 零件有一个双向的奔赴 这个电影 我看到那一部 也是有这种感受 你微笑的表情 这个是真实的 爱让学爱变平地 上出森林 整天的森林 你最属于 那里面演这个乐丹 是这个乐远的妹妹 怎么样一个人物呢 哎呀 好开始Q了 对是一个怎么说的 很鲜活很复杂的一个人物 我也非常开心 在2021年和三年之后的2024年 都可以跟零姐 你这种亲戚的方式 出现在这个大荧幕上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电影 谢谢 哇 欢迎个名字 来 凯云姐 哎呀 我有点欢了 那你现在只说不过呢 他真打我 太胖了 再吃点啥事 啊 那个六 三 二 一 开始 哎呀 是 你不敢干嘛 四 就是 我才放弃 你刚放弃 不走向追 停在转护 你深陷 你到实力 全部是你 大尾娱乐之前 就是真的是闺蜜的状态 可能我这个失恋了 然后去找林姐哭嘱的时候 林姐还会觉得烦 完了之后 劝一劝劝一劝 然后说哎呦 我说你就别哭了 然后过一会儿 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因为那天吧 我很难得忙里偷闲 我很浪漫的对自己 开了一瓶红酒 点了一份烤鱼 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失恋了 你谁会理她 好不容易有一天休假 然后我自己在家 刚要吃 她说我失恋了 我说你现在最适合 一个人在家待待了 好好的就是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现在来找你 我说你现在真的 太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了 劝了好久 没办法 后来还是来了 来了以后我就心想 那我就只能 当她是透明的 因为我那天太不想打扰我自己了 但我又不能说 失恋失恋的 所以我只能说 那你来吧 然后她就在旁边边哭 还好她吃烤鱼吃的很少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然后她就边哭 然后边说 然后我就边吃 我的边喝红酒 然后后来也是喝的有点多了 然后我就 我怕她肩头睡着了 她想说姐你知道我有多难受 哈哈哈